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呢是一套价位非常的低的一种 非常刚需的这种户型 这个户型的名字叫Midland 它是一个传统型外观 其实我们介绍过这种户型的那种现代风外观的 我自己也在另外一个社区买这种户型的房子 有两套这个户型 打开门 一开门呢就是这样子一个感觉 旁边先是 这边是洗衣房 然后再往旁边走是一个洗手间 然后洗手间的旁边是一个卧室 这就相当于一个套件那样子 好可爱啊 然后呢我们再往里走 就到了这个厨房和客厅的位置 这边是楼梯 这个户型就是规矩的这种两层户型 没有高条厅 但是价位比较的好看 因为价位比较低 所以很适合投资啊 或者是自住的小家庭 刚刚起步的这样子 这边是一个厨房 往里走 这是一个country 好了我们现在就去主卧看一下 它一楼两个卧室都带洗手间 二楼有两个卧室 这边呢就是主卧的位置 然后再往里走 就是主卧的洗手间 洗手间有两个洗手台 然后呢没有那个浴缸 只有大的淋浴间 这是大淋浴的shower 然后旁边就是马桶间 再往里走就是衣帽间 就这样子一个构造 现在我们就去二楼看一下 二楼也有两个卧室 一楼两卧室二楼两卧室 一上来先是这样的一个活动室 然后再往这边走呢 就有两个卧室 这边一个 然后再往这边走是另外一个卧室 总体的面积有两千二百尺 旁边是一个 玉室 两个卧室共有一个洗手间 就是比较简单 但比较实用的这样的设计 这就是我们今天开的这个房子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位置在哪里 这样的一个位置 我们现在把它先圈起来 就这么一个社区 你看它离高速公路 这边是99号高速 就特别的近 然后它离亚洲城也很近 这边就是亚洲城 海底捞都在亚洲城 所以这个地方 它其实离99号高速 10号公路都非常近 位置很方便 我们可以在大地图上来看一下 这个大概在什么样的感觉 到了休斯顿的大地图上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介绍的社区在这儿 这是北KT的 然后中国城在这边 然后亚洲城在这边 就10号公路上面有医院什么的 都是非常完善的 我们平常说的比较多的 很好学区的南KT在这边 再往下走就是Richmond 再往下走就是Sherberland唐城那边 然后这边Mensour City什么的 再往上走Cypress 就这样的一个大概区域 所以其实你看这个地方 往这边走再往下走 就是亚洲城 然后往下走再往旁边走 就是中国城 就这么一个位置 现在我们看一下它到各个地方的距离 到亚洲城的距离是16分钟 到中国城的距离是32分钟 到Uptown的距离是34分钟 就这样的一个位置 就这样的一个地方是 所以我们的距离是3分钟 所以我们的距离是3分钟 是4分钟的距离是4分钟